有海的地方就有华人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庙 广东毗邻福建 从地理上是福建南下的最近省份 莆田人规模最大的三次人口大迁徙 都是迁徙到广东 第一次是宋墨园初 第二次是明末清初 第三次是清初期的结界 每一次都有数以万计的莆田人挟期待儿 一手捧着故乡的泥土 一手捧着故乡的妈祖雕像 浩浩荡荡南下广东 广西 海南 潮汕一带80%的居民祖籍地来自闽中兴化 莆田人带着妈祖雕像迁徙入广东 妈祖姓俗在广东广为传播 广东也是除福建之外大陆妈祖庙最多的一个省份 广东是妈祖姓俗最早最先传播的省份 两宋王朝 莆田及晋史以疯狂的数字刷爆古代科举文化圈 这些入室的晋史官员为数不少在梁广和数以百计的周线任职 为推进地方科举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然 出身于妈祖的故乡 这些官员在赴任之时 也带着妈祖雕像或妈祖姓俗来到任职的地方 丽庙奉祀 保佑一方水土 国泰民安 宋代著名诗人刘克庄 在其后村居士集 卷三十六著文中 有一行文字 记载广东的妈祖姓俗 某池节制广 广人是非 无异于仆 盖妃之威 陵远矣 宋贤春年间 临安智引宋庆元四年 祝顺家风之赤书 也表明广东妈祖姓俗流动的盛况 灵会飞 宅于白虎 伏碧芈月 玉阳烧千 弥索不应